新北市在4月率先全國推動居家照護計畫 實施到現在一個月的時間 已經累計收治超過10萬名的確診者 同時新北市也開設7間集中檢疫中心 一共有1368間病房 2177張病床 數量也是全國最多 為了保全醫療量能 新北市多管齊下 首先呼籲民眾分流就醫 也就是快篩陽性無症狀患者 先到社區篩檢站 如果是快篩陽性有症狀的患者 則是到防疫急門診 新北市在轄內17家醫院 開設防疫急門診 包括亞東醫院 淡水馬街 雙和醫院 慈濟醫院 心電更新 土城醫院 永和更新 樂生醫院 金山醫院 瑞芳礦工醫院 布立台北醫院 新北聯醫 輔大醫院 繫紙國泰 樹林仁愛 恩主公醫院 以及新泰醫院 快篩陽性 且有症狀的民眾 前往防疫急門診 先在醫院戶外 從後診 醫師診療 到採檢 批架 領藥 一條龍的服務 來分流病人 舒緩急門診的壓力 避免大家都 湧入急診區 確保中重症的醫療量能 確診的住院患者 當症狀好轉時 經由醫師評估 健康無余 可以透過下轉 一條龍服務 送至集中檢疫中心 或返家居家照顧 讓醫療能夠運轉 保有一定的空常率 病患分流就醫 保全醫療量能 新北培抿 一起加油 受歡迎 匯瀾 請 從 培 ظ 正